大家好 我又來到曼城的Selford M6的位置 是Sellboy的Castle Elwell這個盤 這個盤在尾段賣得很快 突然爆發聲 賣光了 兩房三房在價單上已經賣光了 還有機會可能會放出來的 如果你 真的很喜歡這個盤 你遲了發現 你都可以找我有單位放出來 我就可以立即告訴你 為什麼賣得這麼快 因為兩房賣二十多萬磅 三房賣三十多萬磅 他又很近市中心 10分鐘車程 出道市中心 門口有巴士 基本上可以差不多 說你是跟住市中心 只是有一點點分別 但市中心的appartement是很貴的 又想住屋子 又想近市中心 變成有很多客人 住市中心就搬過來 沒有懸念 管理費又便宜 然後又有車位 又可以享受一下住屋的感覺 然後又比較方便 所以美段 一開放這些屋子給人看 賣得很快 而兩房三房現在在價單上都賣光了 看有沒有人放出來 你有興趣就找我 但現在我想說的就是這間四房 這間是一間四房的半多磅 我都沒有入過這間屋形看 所以我都很期待進去看 左邊這一間現在正在賣的 即是請進這間屋子 拍給你看 大家好 今天我又來到Sellboy的Castle Elwell 這個樓盤賣得很快 基本上已經賣光了 差一個單位未賣 還有一個四房的屋形 過來拍四房 其實我經常來這間屋苑 我都未進去那間四房的單位 我很想拍一下 亦都拍給大家看 這邊就是我之前拍的濕地那邊 然後 這個位置 這些屋形 就是向出 這個無敵的景觀 現在拍的那間屋就是Type F Type F 就在這裏後面 就是一間三層四房的半獨立屋 有些屋形在這裏的單位是獨立屋 但這裏是半獨立屋 有什麼特別呢 三層 主人房很大 超多窗 上陶瓷 我覺得適合跟老人家一起住的一種屋形 就是前面這一間 這間 半獨立屋 四房三層有露台雙套似 大主人房 和你進去看看 看看這裏 這樣看出來就是河境 對面就是一個足球的訓練場 我見過小朋友在那裏練球 河也很闊很深 有些人很喜歡住河境 這個位置就 包離正 有少許樹在這裏 不算近 然後就遮蓋地 令到你多一些私隱道 單邊 看出去不是屋對屋的 就是這間 看看前面的東西 這裏側門就是走到外面的停車場 但這間屋的後方可以直接走到外面的停車場 這裏有煤氣錶 落地玻璃 電錶在門的旁邊 56號屋 一間半獨立屋 看看外形 進去看看 進來這間 Type F 面積是1200多尺 正確是這間 如果你有興趣 就是這間屋 有些電器 還未完成 其實還未完成這間屋 還有一些倒閉 左邊是客廳 左邊是上樓梯 不是對正門口 前面 就是客飯廳 先看看這個地下的洗手間 這個屋形很棒 是雙套廁 雙套廁然後所有洗手間和浴室都有窗 戀毛巾隔地下也包了給你 然後左邊有個窗 通風 有窗外還有抽氣線 兩盞單拉 其他配置就是一般 一般的配置就是擋水磚 還有這個馬桶 這個 它做了掛 刺子的架 很多發線商都沒有 刺子不知道放在哪 它也有條棍 有個微鏡頭 先看看門口這邊 門口是這樣的 有條透光玻璃 磨砂玻璃在那裏 下面那邊有個信箱 然後這個是Fermostack 控制 房間的地下這層的溫度 應該 直入 直入這個就是客飯廳的尺寸 1200呎不算是很大 不是1300至1400呎 但是會讓你感覺到闊落感 而它最 王牌之處就是頂層那個睡房 稍後就上去和你看 廚房在這裏 廚房就大和闊落 是這樣的 客飯廳就和之前看的那些 三房 差不多 不是說大很多 都大的 不是大很多 我先看看廚房 它是一個暗秋 雅白色的廚櫃 多漂亮 這樣的 然後它有個星盤 龍頭也挺不錯 然後這些洗衣機 洗碗碟機 是尾裝的 包了的是什麼呢 焗爐 還有一個電子爐頭 上面還有一部抽人煙機 那個櫃 不是雪櫃 這個櫃是放在 放在這裡 下面是儲物裝置 有很多櫃放的 然後這邊這樣看來 一個很潔淨的 雅白色的廚櫃 我也蠻喜歡這些雅白色的櫃 還有這邊 雪櫃 背後這裡有個雪櫃 雪櫃的位置 雪櫃是沒有裝的 加幾百磅就可以連著雪櫃 旁邊都是一些 儲物的裝置 然後這裡有個暖板 這裡有個落地玻璃 你看到外面 這個位置 透光透進來 還有這邊煮飯 如果有時候油煙大過抽油煙機 抽不及 其實這個窗可以開 可以做一個通風 還有一個安全鎖 這邊看出去 就是河境 廚櫃就是這樣 走過來客飯廳 放在這裡 就這樣 看看你怎樣設計 牠那個 墊子那個 склад色 然後他把櫃ctor 牠擀了在上樓 其實我希望 這間飯枱能放在這裡 這裡有很多窗型 還有側窗 這封側窗還有透光的 進來 Reidour 加上旁邊還有一個落地玻璃 所以這間屋其實都頗受光 三邊受光 而且全部都是落地玻璃 兩邊是落地玻璃 對著 這邊是落地玻璃 這邊是側窗 那邊是落地玻璃 測量一下 十樓書的尺寸不是很詳細 所以測量一下 實際距離是多少 16.68呎 應該是 這邊這樣 這個我套進去的位置 看看多少 7呎 這邊這樣看 客飯廳 這個位置來到門 這裡來到門有15呎 如果來這個雪櫃 那個櫃有多少呢 差不多22呎 你說要去到最遠的窗 這裡 這裡跑步來回跑都頗累 這個要在上面 天花這個位置 28呎 這裡去到上面那個櫃 那個窗 那個窗 28呎 那個位置 就這樣看過來 下載到下面的下載 這裡 你看到的下載 就原裝都包了 還未開完 下載 然後電視位就在這裡 寬頻盒都放在這裡 這裡放一個電視櫃 然後你申請寬頻的圈子 就可以放在電視櫃那裡 有些USB插鬆 以這裡都很人性化 這個台底 這個半島下面都做了個插鬆 讓你在這裡放一些廚師機 駁回上面 或者做蛋糕 做牛丸 這樣在這邊 在這邊的位置看一看 整個客飯廳 外面的草地就不爆 就可以加錢做草地 不過我經常跟客人說 如果你打算之後加磚 整個花園 其實就不需要花費錢 去給發展商鋪草地 可以之後找花園師傅教 這間屋 我感覺到很暖 它沒有開電視櫃 但我覺得很暖 這裡走出來就是Horway 我轉右手邊上樓梯 一個轉彎的樓梯 再轉一個彎上去 有些人覺得轉彎樓梯是蠻好的 好閒一點 這裡也是一個Firmus Tag 所以剛才我覺得是控制下層 這個是控制中層 這裡有一個房間 兩個房間 家庭浴室 那裡還有一個房間 三個房間 再這邊有一個樓梯 在上面那個很大的Master Bedroom 這邊過來看看 這間房間不是很大 只有這麼多 那怎樣擺東西呢 那裡有個插鬚 這裡有個插鬚 燈按鈕 如果要放在床上 因為這裡突出 所以可能要這樣擺 這個位置 先量一量給大家看 這個位置 六尺多一點 六尺三尺 如果在這邊把床放在床尾 床尾是窗的 這樣 六尺半 六尺五百 床這樣放就好一點 那邊可以放桌子 這個單人房 或者放一個櫃子 或者用來做書房 會比較適合 然後來這間 這間是大小小的單人房 它也是落地玻璃的 有個位置在那邊 位置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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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夠亂的 應該算數才做出來 那邊有個電鍵 這邊也有個電鍵 可以量度一下這間房 這邊是十尺七六 橫的 橫的 七尺半 一個單人房 如果單人房 你說床頭 是否這樣放 然後這邊就可以放衣櫃 這樣 或者反過來 看看兩間房 出來 看看家庭浴室 這個也是闊落的 地上是包了 然後這邊的半磚 還有一個 桌面位置 給你擺東西 好像廣場一樣 裡面是全磚 窗在那裡 有窗 有抽氣線 有下載 有暖毛巾 都齊了 要有的東西 只是不是全磚 但是有一樣東西是沒有的 就是去沒有花灑 所以如果買這個屋型 之後要找師傅 改了龍頭 變成一個有花灑的龍頭 就會好一點 裡面的磚就不用改了 因為裡面 已經是全磚 浴缸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了 輕輕改一下花灑 就可以了 而且上面的小桌子 擺東西也不錯 看看這間房 這間是一間雙套廁 這間房屋是一間雙套廁 所以這間房屋也是有套廁 有個朱立葉的露台 先看看朱立葉的露台 吸引我去看 因為朱立葉露台不是很多屋都有 這樣 看出去 旁邊的環境就是這樣 大門就是在我這裡看出去 這裡外面就是一條河 有些本地人走出去 帶著嬰兒出去走一走 然後這裡就是一條河 然後對面有一個足球場 我看到有些小朋友在對面練球 有些足球訓練班 給小朋友在對面練球 所以如果你喜歡河境 有些客人很喜歡河境 問我有沒有河境的房屋 這個就可以很好考慮 河境 這棵樹又有一點遮遮地 有距離 然後可以給你一個私隱度 比較高一點 有一點遮掩 它又不是很近 其實那邊走出去已經是濕地 剛才我們就是走出去濕地 這裡出去已經是 那邊走出去 已經是濕地方向那邊 所以在這個睡房睡覺 然後每天就打開這個窗 站在這裡吸一下空氣也不錯 那間房就這樣 因為那邊前面有個電視位 就是這樣的 那這邊就放衣櫃 放一個六呎的衣櫃也沒問題 即是這裡 來到這裡 六呎 五呎九七 即是這個位 來到這樣 這裡還有位置 不會阻礙到你入門口 放一個六呎的衣櫃 在旁邊 把床就這樣放 這樣放出來 套廁就在我後面 雙套廁 所以這層這間房也有套廁 這個戀毛巾架 然後馬桶 洗手盆 這個套廁的旗桿 就小一點 不是闊的 就放在裡面 花灑 都有窗 還是落地玻璃 落地磨砂玻璃 上面可以開的 擁有秋風 齊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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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間房子很適合 和老人家一起住 就很適合 老人家就睡這間房 然後有浴缸 有棋缸給他 他就不用去騷擾你的浴室 騷擾 打擾到你的浴室 然後你自己 就可以住在上層 一個小天地 跟你的家長 分開層數 那個私隱度 就更加好 就更加舒服 你也不會吵到他們 可能你很晚才睡 然後半夜要看 臨睡前要看一些電影 你不會吵到他們 他們就在下面那間房 你就在上面那間房 他們也有套廁 他們有棋缸可以沖 又不用濫浴缸 暖板放在這裏 這層的暖板比較多 進來 這邊就是個露台 先看看露台 因為露台是這間房子的賣點 因為他的門剛剛換了 所以他就沒有這條鎖匙開了給我 我唯有這樣開窗來拍 這個露台舊這樣的尺寸 你說放一張餐桌在外面吃東西 或者吃一下鐵板燒都可以的 這樣的 這邊就是別人那間房子 沒有遮擋 但你和旁邊那間房子 通常都是好鄰居 沒什麼所謂 我新部機出來這裡拍 這裡就上到來 這個露台這間主人房 這樣看出來就更加正 更正 下面的主人葉露台 出來看 敷過新鮮空氣 甚至乎 浪衫在這裡 都可以 看來睡房是怎樣 大成點 就這樣 這個窄窄的其實是個電視位 這裡還有一個電視位 先量度這個位置 這個寬度是多少 7呎 這個寬度 把床就這樣放 兩個插鬚位 這樣 一邊兩個放床頭櫃 然後那邊就放衣櫃 這個衣櫃 都可以做到很長 這個窗 首先這裡有一個窄窗 右透光 然後再這邊 倒進去 八呎八 做一個八呎的衣櫃 完全沒有問題 這裡還很闊落 都不知道我們做什麼 其實太多了 放在麻將打也行 這個位置 不過沒理由在主人房打麻將 這裏有一個窗 看出外面的內圓 我先開來看看 或者是這樣 這樣看出去 這個景觀看出去就是這樣 巨高臨下這樣 這間房子的車位就是 在前面這裏 這兩個 包了兩個車位 在花園走出去 然後這邊再看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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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闊 好像沒有上過那麽大的主人房 其實我 新盤 18.9呎 這裏有18.9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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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19呎 這裏有9呎 這裏有兔廁 兔廁也很大的 浪費位置的大大地 地下做了 暖毛巾在左邊 那裏有個小台 可以讓你擺東西 然後 洗手盤 馬桶 棋缸 棋缸 棋缸裡面是全村 而棋缸比較寬 上洞的位置就是這裏 因為洞也不大 然後還有出風 這個位置 就多了出來 我覺得 這個位置不知道可以擺什麼 如果你用這個浴室 你把這個位置可以擺什麼 可以留言告訴我 不要拍漏窗 一樣有個落地 磨砂玻璃在裏 然後有窗 所有浴室都有窗 這個單位有多少窗 雖然這間是一間半獨立屋 它有些獨立屋款 早期的時候賣光 現在是半獨立屋 但是半獨立屋 也有很多窗 這邊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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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邊窗 這間房很大的 所以如果你想住這些 和老人家一起住 你自己霸佔這個睡房 也可以住得很舒服 走出來盤窗的位置 讓你了解一下 這個屋苑現在建成怎樣 其實所有路都解封了 沒有網 已經通了 這邊就是第九期 都準備交屋 然後這裏就是第八期 一個框就是第八期 再出一點就是第七期 看看我後面亂一點 都拍給你們看 這個就是他們臨時的地盤 來的 他們建屋 當然有些東西要擺放下 其他東西 他們就放在這裡 這個位置 其實在Panning裡面 是一間學校 是一間小學 但是那間小學 就未必會建 現在都未落實是會建 但Panning上面是一間小學 不建就會造草地出來 我就覺得這個屋苑 就未必會建一間小學 因為我看到 我自己個人覺得 就不多小朋友住在這裏 而這個屋苑 的周圍 都已經有很多 好的小學在這裏 所以就 我想沒有必要再開這間小學 如果他不開 我相信應該都是一間草地來的 這裡走出去超市又快 跟這裏 在春年年頭 就應該都會開業的 出市中心又快 然後後面又有一些 很綠化的地帶在這裏 那些屋子又舒服 你住在這裏 剛才一開始說 你來到這裏最好 不用扔垃圾 不用處理垃圾桶 應該說 不用扔垃圾 不用處理垃圾桶 那就很好 所以很多住在這裏的買家 一來到就很喜歡 就馬上買了 這條影片應該就 Castle Elway應該就拍到這麼多 應該就不會再拍片 都拍了好幾條片 因為今天這段時間 還有一個屋營 我未拍過 想過來拍給大家看 如果你對剛才的屋營有興趣 記得找我們躲物業 還有兩房和三房的屋營 如果你說我都有興趣 可能我博博 想等下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真的有人會不要 我都答不到你 但你可以先找我 一有 我就可以立即告訴你 如果你想看兩房三房屋營 其實看之前的影片已經有 這個影片下面會放些連結 你可以按下去就可以看到 或者如果你真的想聯絡我 下面有連結 W A 字頭 一按下去就可以 可以立即WhatsApp我 我是Kim 多謝大家收看這段影片 下次和你看其他東西 拜拜